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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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武汉肺炎疫情 重创经济 消费紧缩 冲击各行各业 不亚于当年SARS疫情 造成的影响 这位老板回忆当年 忍痛关掉经营十多年的公司 寻找出路 卖过软体还有女装 不过烙影心中的卷村菜 让她念念不忘 她搬出了妈妈的劳碌 分享妈妈的拿手菜 意外窜红 但她没开过餐厅 也不是餐饮科系出身 一切贫瘠已磨锁 当初的危机 变成人生转奇 道道经典卷村菜色 上桌排成童心 以前眷村生活的重心 也就是围着这张大圆桌打转 我妈坐在那里 坐在煮桌的位上 那一锅就湿了头 那个肉汁 那个香气 然后加上那个白菜汤 多好吃啊 呼噜呼噜一碗饭就吃完 砂锅里的巨型肉丸 跟累球尺寸差不多 大大的个头 让它不负狮子头的名号 剖开扎实 饱满又弹性的内馅 不停挑动舌尖上的味蕾 也是一把开启会议的钥匙 最快乐就是在眷村的时候 有很多的东西 你会发觉到 在我们成长的记忆里面 它是伴随着我们 其实深刻烙印在心里的 比如说他吃了一口的菜 吃了一口柿头 他跟我讲说 哇 这个味道好熟悉的味道 为什么 因为妈妈的味道 是没有过多的调味 没有过多的调味 它就是很简单的食材 然后做出来它原来的味道 紧扣同龄的味蕾记忆 是家的味道 最简单而又淳朴的滋味 却要先经过一道道 反复的程序 才能串起这道家常美味 郑村长大的盛家文 从小看妈妈对着绞肉馅 熟练的又揉又捏 承起了母亲手法的她 除了做给家人 现在还要卖给客人吃 所以得更讲究扎实 你机械过程 它只会这样圆 这样滚 但是你手摔的话 你直接把里面的空气 给摔出来了 你这样摔下来 它的肉是一个紧实 扎实 会有弹性的 而不是闪 松散的 你看现在我慢慢摔 我现在已经差不多40下了 你摔个几下 你看它弹过来没有 它是整个 整个是有弹性的一球 轻轻抛起又稳稳接住 不间断五六十下的抛摔技法 将肉线拍打得又大又圆 2比8的肥瘦 我就是用的比较瘦的肉 你摔得不够就会炸开 开口笑 那个就是NG了 那NG的那些怎么办 自己吃啊 送朋友啊 然后摔久了 妈妈手之外会有五十肩 持续的抛接 做到手都快吃不消了 职业伤害上身 跟它对作者的先生 一双后十大手赶紧动作 要帮上老婆的忙 像我这粒豆的话 三十下到四十下 她告诉我怎么做 我就按她的步骤 到汤里煮的时间 越久越好吃 婆妈的家常风味 却都是十分劳神 被供的功夫菜 曾经为了顾炸锅 而二十四小时没睡觉 偏偏店里不管大菜或小菜 她都这么龟毛 她性格中的布质 无不显现在料理细节中 如果看到鸡爪 如果没剪指甲 我就不吃了 所以我怎么可能不剪指甲 我那些差点开刀 过年前我真吓死了 手这样子不能动了 就这样不能动了 然后整个肿起来 就快去看 她说我这扳机子要开刀了 如果弄不好就不行 她打了一针恢复了 后来我就有点害怕 不敢弄了 没有办法量产 是因为第一个 我不想味道变走味 你如果妈妈的味道 变成工厂的味道 就不一样了 为两三百只鸡爪休假 琐碎的大工程 妈妈也上阵帮忙 害羞的她不面对镜头 请女儿用她传承下去的 卤汁风味来说故事 超过十种中药 让乌黑卤汁不断释放香气 经过时间洗礼 越沉越香 越耐人寻味 这锅快二十年了 921地震 那里台风都有 都有碰到 因为都会停电 然后我的乳锅 一定要放洞库 所以变成我要 谁家有电 我就拿到哪家去 把它冻起来 那时候是奔区限电 我的新乳一直加 一直加 所以慢慢慢慢 它的味道 就会有我自己的味道 沈佳文从小迟到大的 熟悉这唇味 就是自己的味道 但是把这锅家乡味 搬出来跟大家共享 当初也是迫不得已 我做资讯产业做了十年 好像是天要王我一样 我真一做好好来个SARS 几乎快挂了 我所有投资的展览 全部没了 那我员工薪水是不是要付 那我怎么办 但你不转型 那你就只有登司了 SARS疫情席卷台湾 就像连锁反应一样 蔓延开来 资讯业景气 连带出现动荡 利润越来越少 那时候的沈佳文 真的心里急得像货烧一样 我是做软体 那我硬体的部分 可能跟别的厂商配合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他们是不是要来维修 我讲说 我今天做牛肉面 我今天要卤牛腱 我跟你讲 马上到 然后马上到了之后 他们讲说 那这样子好不好 要不要你开个店 还是我找我老婆来跟你学 我说对不起 我不教 我也不开 我说等到以后我没饭吃了 这公司做不下去了 我再来卖 一句无心的玩笑话 没想到一戏成真 做事一向果决的他 选择断尾求生 关掉公司 并要找回心中最熟悉的 那一块卷存回忆 这个就是漫国的东西 就是你又是时候要到了 程序要这么多 然后时间到了才会好吃 但是它的灵魂就这个 绍兴酒 美味得用时间去慢熬 经历六道工序后 慢火细炖四小时 龙婆肉才能卤得 透亮又软烂入味 熟悉的味道 对他而言 却是全然陌生的餐饮道路 不过在这之前 曾经他曾尝试 在茫茫往海中 找寻新生路 卖软体也卖过米妆 但在纯婆的美味 还是让他无法自拔 他说断货就断货 我跟他讲要改怎么样 他没有办法符合我的要求 那我就觉得 这个行业不能够长久 我卤的东西 我自己可以选择 我要选择产地 我也可以选择 我选择部位 我也可以选择 这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他选择再做一回老板 他找回自主权 自己当老板兼大厨 手里清洗的牛肚 像多干净就多干净 每根牛肚都要剪开 里面会有一些肥油 一些脏东西要全部剪干净 处理干净了 你才能够要参烫 参烫才能下骨锅 但是这个东西 你不清醒 你没法吃 吃了会有味道 而且不卫生 一丝扑狗的精神 从他握住剪刀的双手 看见杂质 就忍不住开闸看得出来 一个礼拜大去三趟到四趟大润发 趴在那个以前大润发 有那个纸箱让你免费拿 趴在那边找箱子 你知道多可怜 那时候创业是很可怜 想起刚创业的干苦 仿佛才不久前 主打改配料理 加热后也得保留原汁原味 所以中空包装内的肉要几分熟 汤汁的比例都得尝试好多遍 而一晃眼也已经过了十个年头 很多事情危机就转机 所以我觉得人不要 不要觉得说你很绝望或失望 我觉得你只要肯去做 没有饿死人的 要有去往前的勇气 你不去做你怎么知道会成功 很多事情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但有浓浓妈妈味的眷村功夫菜 误导误状为生家文 开启事业第二春 他传承上一代的口味在改良 成为新的味觉印记留存人心 时间到了自然好吃 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但面对关键时刻 勇往直前 他展现不服输坚韧的态度 人生滋味也全灌输在料理里 不放弃希望 看见更美好的明天 稍后来看无形插柳 意外搭上防疫顺风车 让农场爆红 这个是提高免疫力的东西 我小时候就知道了 那还没上水我都有种了 就是有用煮金银花鸡汤 给那中医师师 他说 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金银花 我们要到大陆去买 一斤一万块 他说没货 我就把它金银花 在上面要把它拉在地下 用涂这样把它盖盖盖盖 他每一节都会有根 有根就可以把它剪起來又一顆了